这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也就是首先获得大圣的正知正见 这样的话后续的修行继续修菩萨道 那就能按照正路修行 所以法华经里边 佛说 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所谓开示误辱 为令众生开示误辱佛指之见 因为这个事情是最重要 首当其冲的一件事情 下面呢 利益众生供养 为什么要修行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利益众生 因为众生是树根树干树枝树叶 而佛菩萨是花果 如果不利益众生 为什么要成佛呢 如果不利益众生 如何能成佛呢 所以利益众生 才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因此才说 大悲心最可贵 大悲心为根本 大悲心出自哪里呢 不忍众生受苦 众生受苦里边最重要的苦是什么苦 就是生死苦 每一个人都 屈乐必苦 但是呢 这个苦乐最重要的是生死的问题 因此阿弥陀佛呢 建立一个佛国 极乐世界 那里的众生啊 不但没有种种的苦 连苦的名字也听不到 而且一旦到了极乐世界 寿命无量 再没有生死的问题 当然 生死啊 属于有 生死有两种 一种是分段生死 就是我们不知道 前生 也不知道后世 生命好像被割成一段一段的 我们平常所说的六道轮回 这种生死呢 就叫分段生死 那还有一种生死呢 叫变异生死 就不属于这个范围 那更加深细 处于起心动念 心念起来了 心念又灭掉了 这样更威细的生死 那修行呢 要把这两种生死都断掉 只有把这两种生死都断掉 才能成佛 因此呢 这种离苦得乐 叫离必尽苦得究尽乐 这就是心经所说 度一切苦恶的内容 它不是仅仅包括 我们平常所说的 了生脱死 只了分段生死的 这个问题 还要包括 变异生死的问题 下面是 设受众生供养 要想利益众生 必须先设受众生 如果众生不跟你学 那你怎么利益它 所以要想办法 来设受一切众生 要想设受众生 先要跟设众生呢 普洁善缘 普洁善缘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施 用钱财无畏 乃至于法 不施众生 这样就和他们结下善缘 我们看海涛法师呢 法缘殊胜 为什么 不是这一生的事 往昔生生世世就不施 就供养诸佛也供养众生 所以才会发展这么快 这么广大 大家过去和海涛法师呢 旧有因缘 所以这一世还会跟他修学 如果往昔没有因缘 就不会这样 其他的广大的信众 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修学啊 很重要的呢 就是学会了知 如何能够设受众生 而且把这个方法呢 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 这就叫做设受众生供养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设受众生 其实就等于是 佛设受众生 等于是佛法设受众生 下面是 带众生苦供养 由于菩萨 不忍众生受苦 所以发这样的大愿 愿带一切众生 受一切苦 所以众生如果跑到地狱的话 菩萨也会跟着下地狱 那么是不是 菩萨到了地狱里边 和地狱的众生 受一样的苦呢 能够真的带众生受苦呢 其实代替不了 因为个人的业 个人承担 无法替代 但是菩萨就是发这样的愿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那我们如果有了病的话 我们看到别人有病 我们说 我们来替他得病 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 一般情况下是做不到 但是如果有了大愿的时候 其实也能做到 并不是完全做不到 这就看我们 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这个承担的心 这方面呢 我自己有一些体验 有的时候我也喜欢 来帮助别人治一点小病 那有的时候 这个病比较严重 就不是我们的能力 所能达到的 那么我们也会 祈求佛菩萨加持 祈求佛菩萨给我们力量 可是由于我们定力啊 福德啊 各方面还不行 祈求了佛菩萨以后 这个病还是不见好 最后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病都到我身上来 我替他瘦了 这个真心一发起 病立刻就减轻了 非常快 各位如果愿意试一试的话 以后有这个因缘 你不妨看一看怎么样 所以这个愿也不是空愿 只是一般情况下 人不肯发那么大的愿 所以好像没有效果 真发了愿真有效果 那我们有些菩萨 当父母亲有了病的时候 病得很厉害 那会说啊 愿减我十年的寿命 希望能够使我的父母病好 其实呢 你发了这个愿 最后父母的病好 你的寿命也不见得就减少十年 可能反而会增长十年 这也不一定 因为你肯带众生受苦 你肯孝顺父母 所以呢 佛菩萨呢 就会加持 护法神也会加持 平常人们说的老天有眼 老天也受感动 老天也加持 老天加持实际上就是天神加持 也是属于护法神加持 佛教里边说法无定法 如果不修行 命运很难改变 寿命也不能改变 如果真正的修行 其实没有不可以改变的事情 不单是下一世可以改变 这一世种福田 下一生改变 这一生当生就可以改变 了凡四讯所介绍的 了凡先生的情况 就是一个例子 就这一生就消灾免难 就能增福增寿 下面一个是勤修善根供养 善根的种类太多了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善根 那就是不贪 不撑不吃 所有的善根归回来呢 有这三大类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修行要断除贪嗔痴 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因为只有熄灭贪嗔痴以后 我们才能够证得一个涅槃果 我们要证得的果有两种 一种解脱果 一种呢是大智慧果 那解脱果的名字呢 就是涅槃 那智慧果的名字呢 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成佛有的时候 简称呢叫我得菩提 得菩提就是 证得这个佛的大智慧 当然就成佛 下面一个不舍菩萨业供养 菩萨的业是什么 上求下化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因为不求佛道 没有能力度化众生 没有智慧度化众生 所以必须呢 精进的上求佛道 那下化众生是我们的目的 求佛道的目的 还是为了能够度众生 所以这两个是菩萨的业 菩萨到任何时候 这两个方面 他不可能舍弃 如果舍弃的话 就不是菩萨 所以学佛呢 不仅要广学多稳 而且要行深般若波罗密度 深广两方面都要进行 就像我们盖楼房 如果我们基础打的不深 不大 不够结实 那我们盖楼房有限的 盖个两层三层就好 再往上盖楼房要倒塌 修行也是这样 我们要基础打的牢靠 打的深 这样才能够一直往上修行 而且再往上修行 还要不断的打基础 不断的巩固基础 这样才可以 不是打了一个基础 就一劳永逸了 下面一个是 不理菩提心供养 这是说 菩提心呢 对菩萨来说 是最最珍贵的事情 一发心就能成佛道 不发心 不能成佛道 所以世间人不论多好 由于他不学佛 不懂得发菩提心 那么他不可能出轮回 不可能修菩萨道 也不能成佛 因为世间的确有很多好人 外教里边好人也不少 但是这些好人呢 往往不学佛 所以不管他们多好 他们没有办法出轮回 而我们学佛的人 就算我们不好 但是我们有佛法 我们发心 所以就能够解脱 今后也能够成佛 所以发菩提心呢 所有事情里边 最重要的事情 那十大愿王呢 每一个愿都和这个发菩提心 紧紧的项链 每一个愿都是菩提心的具体落实 那如果离了菩提心怎么样呢 经典里面说 忘食菩提心 修住善业 如同磨业 如果我们把自己所发的菩提心 忘了 退了 然后我们修种种的善法 结果种种的善法呢 变成了磨业 事情有那么严重吗 有 因为你和世间人一样 和不学佛的人一样 不发菩提心 舍了菩提心了 结果呢 不论你做什么样的善业 你不能出轮回 你不能成佛 无法度众生 这善业又有什么用 修善业上天 那造恶业下三恶道 修了种种善业呢 到天上想天佛 天佛总有想完的一天 想完了以后 三恶道的业又开始现前 因为三恶道的业 不可能完全消灭 消灭到 它不能够压制福报的时候 福报就现前 那福报也不可能完全享受完 享受到一定程度 服务住恶业的时候 恶业现前就下去了 因为不论善和恶 都没有连根铲除 所以总会有 总会再一次的生法 因此总是轮回不断 到了人间天堂 那么就消磨自己的福报 那下了地狱 恶鬼畜生 就消磨自己的恶业 上了天堂 消福报 就是那样 他也不知道 反正生活到那个世界了 就是天天很降福的样子 就像我们现在生在 富贵人的家里边 如果不学佛 也不懂得继续培植福报 那就天天花天酒地消耗啊 最后把这点钱 把这点福报 消耗完了就变成穷人了 种种的灾难就来了 人间的福也想的 不那么痛快了 那三恶道呢 被动的消业 他没有办法 再想造新的业很难造 因为没有那个力量 没有那个智慧 所以呢 一直在受苦 地狱的苦受完了 说明地狱的业 已经消完了 那么才有可能上升到恶鬼道 然后从恶鬼道的最底层 又往上消 消到最后以后 恶鬼道的业呢 消完了 才能到畜生道 畜生呢 又有三六九等等等不同 把畜生业所有都消完了以后 才能到人道 到了人道以后呢 又先是生在边地下见 忙龙阴阳 猪根布玩具 或者呢 这个脑子迟钝呢 不发达 呆呆傻傻的 这样的人呢 没有能力造恶业 也没有能力修善业 但是呢 他在慢慢地 继续削 残留下来的罪业 被人家看不起啊 轻视啊 等到也可能很多事 才能达到一般人的水平 根呢 也玩具 没有损坏了 生下来都比较完好 那智力呢 也像平常人一样 不高不低 所以我们能够 幸得人生呢 经过这么艰难的过程 我们才上来的 多不容易 因此说人生难得 所有的苦 我们都受过了 没有一样苦 我们没有受过 各种各样的众生 我们都做过了 没有一样 没有做过 我们和其他众生的关系 不管是六亲 还是什么亲 也全部都做过了 因此一切众生啊 互为六亲眷属 这是毫无疑问 所以不可吃众生肉 因为吃众生的肉 就等于是吃六亲眷属的肉 那要是杀众生呢 就等于杀我们过去的父母 兄弟 妻子儿女 所以佛制定戒律 所有的戒律当中 第一条不杀生 因为杀生的罪业最重 那如果我们要舍弃菩提心呢 那这些业 我们造了 我们也不以为然 世间的人杀个鱼 他认为是恶业吗 到街上买一只活鸡 给家里的老人炖了以后补身体 或者呢 下酒 或者呢 招待客人 他认为有什么罪 他认为这个很 很自然 没有什么罪啊 造了罪业都不知道 那我们学佛我们就会很有警惕 就不会造这样的杀业 所以 再不好的修行人 也比那些很好的不修行的人要好得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劝 其他的人和我们有关系的人 无论如何要归一三宝 无论如何要慢慢的去持戒 无论如何要进一步受菩萨戒 三规五戒菩萨戒慢慢来受 但是呢 要尽可能的勇敢的去受 不要学佛十几年几十年 连个菩萨戒都不敢受 要鼓励他们受戒 下面讲 前面的无量无边的 用具体的财富啊 物质来供养诸佛 他所得的功德呢 比起法供养 一念的功德 你看这个相比较 如果法供养一念的功德 都比供养那么多的珍宝 要大的多 没有办法相比 都不足这一念的法供养功德的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一分之一 乃至无量分之一 这上面的用了很多当时印度用的这个数字 数字的名称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何以故 以诸如来尊重法故 以如说行 出生诸佛故 若诸菩萨行法供养 则得成就供养如来 如是修行 是真供养故 此广大最圣供养 虚空戒进 众生戒进 众生业进 众生烦恼进 我供乃进 而虚空戒 乃至烦恼 不可禁故 我此供养义无有尽 念念相续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无有疲验 为什么法供养如此的殊胜 下面讲 因为所有的如来 所有的佛 都尊重法 因为如果没有法 那就没有办法修行 那就不能成佛 所以佛法僧三宝之中 法是核心 因此如果诽谤正法 这个人念佛 如何精进 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反复讲 我们赞叹自己所修的法门 怎么赞叹没有关系 只要是佛说的法 不是邪魔外道的法 你怎么赞扬 都不过分 但是千万不要诽谤 别人的法 因为别人如果说的佛法 也都是本师 释迦摩尼佛所弘扬的法 那你弄不好的话 就会犯 犯法重罪 犯了犯法重罪呢 就要下地狱 你现在若无其事 可是死了以后麻烦 非常重要 也不可以诽谤 弘扬正法的法师 你诽谤到这位法师 因为他在弘扬正法 那也有同样的恶报 那诽谤别人可以吗 诽谤谁也不可以 但是呢 罪的轻重不同 这个要晓得 下面讲 如果菩萨行法供养 就能够成就供养如来 因为如来 我们供养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法供养 因为如来出现于世的目的 就是为了 让众生能够学习佛法 因为学习了佛法 才能成佛 因此 所有的供养当中 自己如说修行 这个供养呢 功德最大 我们出家人拿什么供养 就拿法供养 我们没有钱呢 我们说无为不失 那些鱼不是我们出钱买的 有人说 我出啊 你你哪里来的钱 还是居什么供养的 并不是你劳动所得 出家人不可以劳动 劳动也可以 寺院里到场里劳动 不能挣钱 所以我们没有钱财 成就钱财供养 我们成就不了 那怎么办呢 法供养 佛为什么 划分为四中弟子 因为出家的男女二中 学好了佛法以外 你可以再来教在家的居士学佛 因为我们不生产 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大家在佛学院 除了自己学习功课以外 剩下的时间干什么 就是来学佛 那在学校学习呢 和别的学生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呢 长大了 我们就是比丘 我们弘法是我们的家务 是我们的事业 那和普通人上学 当然不一样 我们打下了这个基础 文化的基础 是为了更好的学佛 我们这个目的呢 就和一般的学生 非常的不同 所以大家呢 要努力学习 不单要学好语文啊 别的功课也要学好 比如说学好外语 学好外语 你以后才能接引 说外语的众生 你到了别的国家 你才能弘扬佛法 你外语不好 到了别的国家 张不张不开口 还要再学习 岁数大了就很困难 所以现在如果有 外语的功课的话 一定要学好 不可以忽略 为什么呢 不是为自己 是为了今后弘扬佛法 那么有的人说 那数理化就算了 我把语文学好就好 数理化算了 数理化也要学好 为什么 我们看佛经 其实包含很多数理化 的知识 不是没有 比如说微诚世界 这在讲什么 其实在讲物理啊 在讲化学